花莲市公所今年获内政部消防署指定 11月14号要办理强化民间自主防救灾能力兵器推演 市长温家贤7号上午特别前往国心里 碧云庄社区活动中心来关心志工赔力训练教育课程的实行情形 为强化灾害应变中心防救措施 花莲市公所两年前举办五角本灾害防救兵器推演 获相关单位高度肯定 今年在获内政部消防署指定在11月14号 要办理强化民间自主防救灾能力兵器推演 市长温家贤7号上午在主委秘书温伟华陪同之下 前往碧云庄社区活动中心 关切志工赔力教育训练执行状况 并由社劳科长萧子卫向市长等人报告课程内容 那今天我们特别谢谢内政部消防署 特别给花莲市一个机会 就是在全国有三个县市里面 其中第一个是新北高雄市 那当然就是花莲县的花莲市 那来做相关的志工防灾的一个协作中心 那我们这次在承办这样子的一个协作的部分 也是东部唯一的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社区 任性社区国性社区的部分 它过去有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那也过去也协助我们来做相关0206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经验之外 那我们也邀请了相关的红会 还有我们慈激基金会共同来把这些课程来做相关的完善 那在此我们看到非常多非常辛苦的志工都一起来上课 那我们更希望强化这些志工的一个防灾能力之外 未来也可以把这些防灾的经验 拓展到其他的社区 甚至协助其他的乡镇 未来我们希望天灾不要发生 但是有发生的时候都能够做立即的应变 那虽然工部门的资源有限 但是名利无穷 也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 共同来把防灾的工作做好 教育课程中先是由社劳课长萧子卫主持 防灾志工组长会议 在依序游具红十字会教练赐利的廖伯瑞里长 分享0206强证时花莲县红十字会 开设收容所的实务经验 此期基金会专员黄玉琪也谈避难收容所整备 蔡在中博士则是专业指导士兵演练脚本推演 让社区志工及居民在灾害发生时 能够立即应变 卷学的群华联士报道